我是覺得用槍是實機隊 立廷警察開槍 遊覽車司機黃先生 是員警張錦毅擊斃歹徒的關鍵證人 四年前 他一開始就協助警方追捕 從中和根到西門町 親眼目擊歹徒為了脫逃 造成多大危險 案發隔天 檢察官征訓黃先生 瞭解張錦毅用槍實機是否適當 四年來就問這麼一次 直到去年十二月七號 法院書記官聯絡黃先生 問他是否收到傳票 黃先生說搬家換地址了 也覺得這支零七零開頭的 號碼有點怪 還打反詐騙專線查證 現在有說這支電話 有人前舉過 可是黃詐騙專線 他沒辦法去查說這支電話 是真的還假的 儘管隔天 傳票就補寄過來 他仍覺得有問題 十二號開庭當天 他得出車到嘉義 因此沒有作證 沒想到當天就辯論終結 張錦毅涉嫌 業務過失致死罪 少了關鍵證人到庭拒絕 是否影響判決結果 一審將在一月九號宣判 記者劉松林 張俊惠 新北時報道 無法輪遜死罪 無法輪遜死罪 開票 不認真 說了 圈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